大家好,欢迎来到帕朗博的安藏教程 本期我们讲解的是M1系列的一个备胎罩套件 它为什么叫套件呢 因为大家看一下它配备了非常多的一个组件 首先是一个多功能的集成备胎罩 然后一个轮胎的基础报告 它才是不修钢的 然后还有一个加强的备胎的一个支架 还有一些连接底座 它的东西很多 那它都具备了哪些功能呢 首先我们加强了原厂的备胎固定支架 那这个强度是非常高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些用户 它尤其是越野越多 它就会遇到在激烈驾驶 或者颠簸路段的时候 这个备胎它们有一些震动 那这个加强的备胎支架 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这个金属的轮胎报告 也解决了卫视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痛点 你要开过卫视去单阅的这些用户 它们就经历过备胎罩被刮烂的 因为原厂的这个卫视的备胎罩 它是一个皮革的 它很容易烂掉 那这个呢就做到了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 它就没有那么容易会烂或者是老化 那大家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贝胎罩的主体 它还是胖朗博最具代表性的材质拼接 全干碳纤维的主体和金属雕刻的部件 整个组成的综合质感非常强了 然后我们的干碳纤维呢 还是采用的亚光 亚光的一个表面纹路 漂亮的质感非常强 那它的每一层拼接都是真实拼接啊 这个产品的制作难度非常大 因为它材料很大 那大家对雕刻工艺有了解 就知道这需要用一个非常大的材料 那大家来看一下它的主动部子 首先它有一个装备扣 一个装备扣子撑 因为这跟咱们那个帕朗博比较爆款的那个尾箱 咱们的尾部的一个装备箱的元素就完全笨合 那它这个地方带了一个锁 这个锁的作用是什么呢 咱们可以这平时有钥匙的 是防爆的 那把它打开了之后 它就可以展开 展开的时候大家看到没 这是一个桌面 平时咱们在户外啊 露营啊 或者说在咱们这个有需要的时候 它就可以去进行一个 刀桌板的一个使用 然后紧接着咱们这里面啊 是一个储物箱 那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咱们现在有这些部件 那现在咱们就进行一个装车 还有一个它的功能展示 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备胎套件 它都具备了哪些功能 解决了哪些问题 还有它具体的一个装车效果 好 现在咱们开始装车 那首先我们的第一步呢 是要先把咱们这个尾门后部的这个原厂的塑料装饰板把它拿掉 啊我们为了几少时间 我们就提前先把这个螺丝拆掉了 这个咱们的改装垫都是非常专业的 安装这个东西是非常简单啊 那拆掉这个装饰板的目的是什么啊 拆掉这个装饰板的目的是什么 拆掉这个装饰板的目的是为了咱们要用到这些后面的孔位来去安装咱们的加强 备胎支架啊作为一个固定啊 啊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拆这个备胎啊 拆这个备胎啊 现在咱们的这个原厂的备胎咱们就拿掉了 它就三颗螺丝很简单啊 你看到没原厂的它这个跨度啊 往外这个延展的这个跨度很大 所以说接力驾驶的时候呢 它就不是那么太稳定 那我们的备胎罩呢 是把咱们的轮胎反着固定的 那反着固定的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它就不需要这么长的跨度去支撑咱们的轮胎了 那咱们的轮胎的固定位可能就在这个位置 所以说它的稳定性会更强 而且我们上移了备胎的位置大概有五公分 因为现在这个整个备胎的综合位置啊 你离远了看在它的这个车身角度是不是太协调 有点偏下有点下垂 那我们把它位置调整到更合理的地方啊 那现在咱们就拆这个支架啊 现在咱们的这个原厂的备胎支架已经拆掉了 然后替换成咱们的加强备胎支架 那咱们整套套件的安装是不需要对车身做任何的修改 或者是破坏的啊 是直接原装位替换的啊 现在咱们来固定咱们的加强轮胎支架 那我们是配有多个这种加强管柱的啊 这个管柱是要套到咱们的这个安装螺丝位的 套上了之后 然后咱们再往这个车上安装啊 再往车上安装 现在咱们的这个加强备胎支架就已经安装完成了 来大家看一下咱们所有螺丝啊 首先都是不锈钢的 大家不用担心它会生锈啊 或者说时间长的时候会腐蚀氧化之类的啊 那这个咱们的这个备胎架的厚度也是比原厂要结实很多的 那你看现在咱们的综合固定位就往后靠了很多啊 往后靠了很多 所以说它的摆动幅度就就不会那么大了啊 它就会更稳定 那每一颗螺丝包括这两个反穿的螺丝 后面都是要被咱们的这个加强的电筷子 那这个电筷子作用第一个加强 第二个是让咱们的备胎架的这个平面啊 更大面积的去受力和接触啊 那咱们反面的这个位置大家来看一下 这两颗螺丝啊 这是两颗螺丝也把它固定紧 是两颗刚才正面的黑螺丝穿过来之后 咱们就到这个位置 那这个支架呢 是咱们的这个尾门集装装备组的支架 那这个备胎罩的安装 跟咱们帕朗伯的尾门集装装备组 是完全兼容的啊 是完美兼容的 不需要做任何改动的啊 直接就可以穿过来 刚好就是这个位置 大家把它上紧就可以了 然后把咱们的装饰板装回去 咱们就可以装咱们的备胎了 然后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咱们装轮胎之前 我们配有这样的一个管柱啊 我们这用了时间比较久 因为我们再实测啊 然后把它穿到这个位置 然后再去安装咱们的轮胎 它是做到一个限位和保时距离的作用啊 那它安装好了是这个状态啊 三颗螺丝都要套这个管柱的 现在咱们就开始来安装咱们的备胎 那大家咱们装回备胎的时候 我们有一块这个固定板的 这个甲板是为了让咱们的轮毂 跟咱们的备胎支架更贴合 它收集力面积更大 夹着咱们的轮毂 然后再装咱们的原厂公司 这块板大家千万不要忘了装 咱们第一步是要先把咱们的 整个备胎灶总成 安装到咱们的这个备胎和轮毂上面 然后再去固定咱们侧面的这个金属爆锅啊 那首先大家来看一下 它是自然拓展出来了 咱们一块桌板 那这个桌子的面积是很大的 平时咱们在户外露营啊 或者说在穿越过程中 上面吃点东西 煮个咖啡烧个水做个饭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它的收力是非常好的 而且这个袋子是可拆的啊 是可拆的 然后我们还 里面给大家设置了一个 跟原厂备胎没有干涉的储物箱 那这个储物空间的容量 也是非常可观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旋钮啊 把它扭开 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里面 有一个储物空间 那这个储物储物空间里面 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些拓展袋啊 做了一些拓展袋 那这个拓展袋 大家可以平时固定装备啊 拖车沟啊 拖车绳那些比较脏的东西 大家不想往车里面放 就可以放到这个里面啊 放到这个里面 那咱们就可以用魔术贴 因为我们处厂配了一个魔术贴 就固定到这上面 在越野过程中 那就不会像装到咱们那个 原厂的侧箱后面 你一颠簸 它就叮了光亮的响 那就不存在了 它就可以把它固定的很紧啊 而且它的整个的一个状态非常好 那我们原厂是配了一个六脚扳手的 方便大家拆备胎的时候 去松这颗螺丝 咱们拆卸备胎的时候 只需要把中间这颗螺丝扭掉啊 备胎罩就可以拿掉了啊 就可以拿掉了 那当然它不是备胎罩的受力螺丝 它只是防止它不会转啊 起到一个简单的辅助作用 它的最终固定 还是要靠咱们的金属包箍来把它抱紧的啊 那咱们现在来装 安装咱们的包箍啊 M1的标识 很漂亮啊 浮雕啊 现在咱们的侧面的这个金属包箍就已经安装完了 咱们整个一个多功能备胎套件也就全部安装完成 大家来看一下 它跟整车的比例啊 是非常好的 不管跟咱们的后面的装备箱也好 还是咱们的侧梯啊 它的风格是完全统一的啊 完全统一的 看起来非常协调 看起来非常协调啊 那大家看一下 我们是给大家配了这个防盗功能的 这有一把钥匙啊 我们给大家配了这个硅胶的胖脑钥匙链 平时大家就可以把它不用的时候锁起来嘛 然后咱们扭它就可以把它锁起来 打开就打开了 然后咱们往下扳 然后松开咱们的装备扣啊 咱们的就呈现出一个桌板 咱们可以来用来户外露营啊 或者咱们在穿越过程中的时候煮 烧点水啊 煮茶啊 包括咱们做饭啊 都是没问题 它受力是非常OK的啊 咱们里面的装备箱啊 里面的装备箱 咱们还是跟刚才一样把它松开就OK了啊 松开就OK了 那它完全的打开状态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啊 一个储物空间还有一个操作面板 这在户外是非常实用的 非常实用 大家看它关闭状态就是这个样子 咱们的这个金属的这个爆箍啊 下面是有一个开关的 大家把它松开啊 把它松开就可以去把它取掉了啊 把它取掉了 这跟奔驰剂的结构是一样的 这种爆箍很常见 大家看一下整体效果